沉迷于神话传说与神仙形象的创作 来自北京的青年艺术家文娜 将她创造的野生神仙留在了世界各地 近日,文娜历经四年潜行打磨的《藏海措》 在福建泉州近江市无陵传统村落起幕 为人们讲述了一个闽南野生神仙的故事 走进《藏海措》 壁画和木雕造像交相辉映 赵海、知海、夺气、串珠等文娜系自创神仙排列有序 各司其职 展现着海洋、生产、贸易、信仰及移民等 集聚全州特色的文化元素 整个《藏海措》讲的就是每一个离开故土的人 他们内心中对于家乡的回望和思念 就是他们心中不可撼动的那片故土 燃烧在他们血脉里的种子 所以《藏海措》就是每一个离开故乡的人 心里都藏着一片童年的大海 这片大海就沸腾在他们的血液里 倾刻在他们的皮肤上 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的文娜 曾在中国、荷兰、意大利、毛利求斯、法国等多地 画了十多年壁画 擅长融合当地信仰与风俗 创造出全新的神仙模样 四年前 机缘巧合下 文娜与无陵传统村落结缘 开启了新的创作之旅 来之前其实我对泉州并不是很了解 到了这边以后 其实是无陵给了我一个命题作文 希望我在这边和他们合作的壁画里 能够画泉州有关的历史 然后在这个了解的过程中 我是层层深入 我才会发现泉州原来有如此深厚 魔幻就是不可思议的和北方风土完全不一样的 这样蓬勃的生命力和神佛这些民俗的环境 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宝藏一样的土壤 泉州是中国著名桥乡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 分布在五大洲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籍华侨华人 达900多万 大部分居住在海思沿线国家和地区 同时泉州民间信仰氛围浓厚 素有半成烟火半成仙的美誉 而这些都成了文娜的创作灵感 当泉州人愿意冲向大海去找一个新的世界 而我也冲向了这片大海 到了泉州去寻找一个新的世界 其实这里们得到的每天的那些日常的惊喜 和他们有仪式般的这些惊喜 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所以在这一刻我真的觉得 我好像也得到了他们泉州人那种 去期望新世界的这种魄力 然后就在这里生活了 也许会更久的时间 知海创世 照海情境 阿摩串出 文娜为《藏海错》里的21位神仙 精心编制了21个故事 在文娜眼中 神仙是人对世界万事万物的一种看法 我觉得神仙是我们现在人 对世界的一种看法 被人们忽视了很多日常 很多从古人就没有想用神仙来解释的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人文的一些故事 其实我觉得我愿意用这些东西来讲述 我们走过的这些历史和这些我们日常 就是随处可见的这些状态 用神仙的状态来把它们讲释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 在《藏海错》《赵海殿》的背后 一尊小小的藏海身上 包罗了错里所有神仙形象 它是整个藏海错的体验 象征着闽南的华侨文化 移民文化 这是一个向内而望的世界 是一个内敛的 退后的 它的主神藏海 其实在巨大的主神之后 其实每一个离开家的人 他们都是一个藏海 他们心中藏着那片永远回不去的 童年的大海 《藏海错》的故事 在《藏海错》里的最后一位神仙花兽处 暂时落下帷幕 而文娜的手和笔还未停止 未来《藏海错》将继续成长 衍生出更多理念和愿望 成为唤醒游子故乡记忆的温柔灯塔 藏海错它就是一直是一个 像一个有生命的建筑一样 就像我的一个孩子 就是它以后可能会做自己的生日 然后度过自己的岁月 在这些过程中 它会一直在我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的 不断地丰富我的过程中 也会让它变得 让世人看到它的眼光也会不一样 木偶 游神 动画 戏剧 我觉得它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故事 它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样子 让大家看到它